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 我的个人频道 我是明哥 今天是2024年的1月27号 星期六 这里是中国安徽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 首先感谢各位的打赏 非常感谢 那么昨天呢 我们聊这个 具体的练太极圈的方向上 神要往里打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按照粉丝朋友的要求 我们足够的把这个太极圈练的方向 一个一个的在稍微详细一点说 今天呢我们说第二 意要往原里打 我们练太极圈 这个意要往原里打 我这个意要到很远的地方 在观客的意放远 原来也有相同的话题 聊这个意放远的话题 那么其实呢 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聊了来聊去 太极圈其实也就这么一点东西 说像上课的一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其实 就这一点东西 所以聊来聊去就感觉到 都是好像听过了一样 其实就是听过了 我们在聊意要放远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意要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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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话题 就是意要放远 那今天聊的呢 就是意要放远 意要放远 意要放远 意思是一样 但是呢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 意要放远 我们原来讲的意要放远 打是指的是 说我打这个东西 我意要放远 打以后 通过这个东西 我打这个东西 我不打它 我的意在远处 是这个近人透过它 打的是透近 但是今天我不讲的 我们不聊那个透近的问题 我们只聊的是 我们练太远 我的意要放远 你看放远 那是天边了 天边了 天上地下 那么这个意放远 练靠路练 练圈 你全的意往圆 打它的好处是什么 我今天想聊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意义要往远离打呀? 你意义要往远离打,你全身放松,意义要往远离打 不管你的动作,注意一点 意义要往远离打,千万不能说我手越伸越长,可不是硬去够的 你的动作是很小,你也能往远离打 你手抬这么高,意义在天上 其实你手抬这么高,意义也是可以在天上 那么这是第一点,意义要放远,不是动作要放大 大小都可以,但是不是意放远,动作就要放大 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点就是,我们意义放远,大的套路 它的目的在哪里 我往远离打,我一直往远离打 我一直往远离打 我一直往远离打 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套路呢,你平常这个单招,我是打那个透镜 那么你套路里是干啥的 你搞清楚的是干啥的 你就不会在练圈当中迷失方向 什么意思呢 你往远离打 它有什么好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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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排阶全有一个叫什么 要松透 要松开 要松近,是松的干干净净 要松的,往开的时候 要松透,要松到距离 那么我们的一般的圆离打套路的时候 你就会对你的身体松开 有一个极大的好处 为什么?很简单 你练就知道,不练就知道 信者有,不信者有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一放很远的时候啊 这个身上腰、胸、各个关节 都是很松的 非常松 非常松 你一放圆就身体非常松 好,有兴趣的没有? 你自己试一下 是不是有 一放圆以后身体特别松的感觉 看,现在又回到了老话题 排阶全就是一个松 所有的练法 他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松的开,松的透,松的进 一分松一分工 他还是这个东西 还是这个东西 松是太极的根本 那么,一往圆里打 全往圆里打的目的就是身体中的更开了 更开了 好,您可以去体会一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观众 谢谢大家,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